这个男人倒在地上 胸口的血液喷涌而出 救援队到场后 发现他们来过这里 一年前倒在地上的是他的妻子 丈夫冷漠地站在一旁 像个路人一般 妻子上吊自杀 缺氧死亡 医生发现死者有被家暴的痕迹 开始质问男子 后者大方承认 说妻子想要离婚 自己迫不得已才打了他一顿 实际上 男人不是第一次家暴 经常找理由毒打妻子 这回妻子忍无可忍 掏枪反击 妻子过度紧张 子弹命中身后的大树 丈夫一巴掌打倒妻子 告诫对方说 想离开我的话 你应该向自己开枪 而不是对我 于是绝望的妻子选择自杀 一年后 妻子上吊的树逐渐枯萎 丈夫请来专业人士 发现根源是之前的子弹 工人提议锯掉大树 他却选择简单粗暴的办法 丈夫在树上缠上炸药 随后在远处开枪引爆 万万没想到 爆炸让一年前的子弹飞了出来 准确命中丈夫的胸口 他挣扎着掏出手机 打给911 很快救援队赶到现场 抢救的结果也很是成功 结束了男人失败的一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天道好轮回 藏天饶过谁 第二个故事 游乐园里 琴九带着福特加玩过山车 由于后者每次坐都会肚子疼 所以一脸拒绝 琴九便使出激将法 说他是个怂逼 无奈之下福特加坐了上去 工作人员固定安全压杆 由于福特加的腹肌太大了 他按了好一会儿 才把两人弄好 很快 过山车到达高峰 急速下降 突然压杆弹了起来 把琴九甩了出去 接到报案后 救援队到达乐园 此时的过山车紧急制动 停在弯道的最高处 乘客们冷汗直流 福特加则悬在半空 死死抱住压杆 救援队启动云梯 让队员爬上去 队员安慰惊恐的福特加 后者却询问琴九的伤势 可惜这里不是刺客信条 而且这种高度 能摔死30个猎魔人 哪怕琴九掉进草丛 也死得不能再死了 不过 为了安抚情绪 救援队假装把琴九送进医院 此时地面围满吃瓜群众 对着过山车一顿猛拍 队员让福特加抓住安全绳 后者却犹豫半天 他担心狼狈的样子 被发到网上 导致社会性死亡 眼看福特加体力透支 即将坠网 队员伸出援手 让对方相信自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 从内打破是生命 人生从外打破是压力 从内打破是成长 所以唯有突破自我 才能涅槃重生 当然了 突破不了也能重生 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第三个故事 接线员收到电话 对方表示自己不能呼吸了 原来陪小宠玩耍时 他不幸被捆住了 救援队分析 蟒蛇有三米长 每平方米的压力 接近一吨左右 队长徒手上前 对方纹丝不动 医生提议注视药物 弄晕蟒蛇 不过过程要三分钟左右 届时受害者都凉了 冲动的队员掏出斧头 准备干掉蟒蛇 医生却阻止了他 因为自己是 动保协会会长 看不惯这种血腥场面 然而为了救人 队员果断下手 砍中蟒蛇的七寸 幸好这条蛇不是六寸的 不然就打不着了 事后女主人捡回一命 为了报答恩情 她和队员扮演白素贞和许仙 做一些草蟒英雄的事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年轻人玩耍要注意分寸 免得把对方弄得硬邦邦 自己也搞得全身法力 口吐白摸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